我根据自己携带的铜锅定做了一个模具 这是一个铜炒锅的模具 它的猪的方法和原来的猪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模具两侧锁好夹子 然后把这个铜汁融化了 当然融化铜汁适用的是石墨干锅 已经我们把铜锅融化了之后 注意这个客户反飞过来的视频 大家明显能感觉到铜温度过低 因为这个锅已经溶了 三万锅已经溶了 我们现在倒入铜汁 注意看一下 石墨那个鲜亮的衣服 然后到晚铜汁之后 这个松开两边的夹子 两边夹子打开之后呢 这个模具就可以翻过来了 注意啊 这个结果是非常不理想 所以我看到这个过程 这个铜明显的温度过低啊 然后我师傅戴上脸 也戴上那个电汉的手套 这样防止这个铜汁烫到身体啊 一定要注意一个事 铜的温度大概在900到1000左右 当然这个铜汁可能更低 但是我们融化它是很简单的 我们把这个模具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呢 就稍微等待一下 打开模具就行了 哎 这起码证明这个锅是没有到成的啊 然后是我们的模具可以到成了